觀眾朋友午安 歡迎收看雲端最有錢 有看就會變有錢 大家好 我是清一 我相信很多投資人的心情是 忐忑不安 因為最近這個盤正很大 距離封關就是七個交易人 到底現在手上的股票 要不要報股過年 那麼台積電讓很多投資人心慌慌 從這個一機獨秀的台北股市 現在變成 會不會變成殺機取軟 我們今天繼續為大家來追蹤下去 台北股市要變盤了嗎 我們首先來看一連串最新的消息 那麼首先還是來看到拜登 拜登簽署了這個買美國貨 買美貨的行政命令 這當然是為了推薦他去年 提出來的證件 承諾要加大來買美國製造的產品 那麼也說這個所有的聯邦車隊 要全面改變成是電動車 使美國製造更加的強大 那麼此話一出 我們來看到這個美國獲得 這樣行政命令激勵之下 昨天看到包括了標普500 全部都是收了歷史新高 那麼這個時間前大家開始擔心 是不是泡沫越來越大 我們現在認為說還不用太緊張 不過還有很多這個大部位的投資人 是說現在恐怕就是史上最大泡沫了 好 另一方面來看在印度 印度現在最新的禁令是 這個要禁用TikTok 而且是永久的禁令 這是目前印度政府一個最新的決定 中國會如何回應呢 好 另一方面來看到在南韓 南韓去年公佈這個GDP是萎縮了1% 其實比原來預期的是來的更好一些 但是這還是1998年 亞洲金融危機以來的這個第一次衰退 那麼預計今年的經濟成長會成長3% 好 另一方面來看 大家這個盤面上還是很關注 在半導體部分 目前最新公佈的這個國際半導體協會 北美半導體的設備出貨報告 認為2021渴望再創新高 那麼這是會進入新一波的產能擴張循環 那麼事實上有很多的這樣的一個跡象 也反映這個半導體的需求 包括我們來看到汽車使用為主 這個半導體缺貨的情況越來越嚴重 那麼現在傳出來 日本政府的立場要向臺灣當局來請託 希望臺灣可以推動半導體廠商的增產 那不只日本 包括了美國 德國政府也跟我們臺灣政府求助 這個晶片的需求 缺貨情況真的蠻嚴重的 那這麼多人需要工序 如此的不平衡怎麼辦呢 最新的日經報導就說了 包括台積電旗下的這一些晶片的 這個世界先進 還有全球第四大晶圓代工廠 聯電等等的 我們這些很多人投資人 都持有的股票 目前這些臺灣企業考慮 要把晶片的價格最高要調漲15% 那麼預計是在二月下旬到三月 就會進行階段性的調漲 晶片漲價 股價會跟著漲吧 那另一方面來看到 這是在電動車的進度 越龍集團資源所相助之洪華 那麼這個現在這個發展是高鐵般的飛速 短短成立才三個月 第一款的電動車已經開始要開賣了 這是成立三個月之後 宏華的第一個這個接單交車 這是聯電的員工 股價漲聯電員工 這個心事應該也會覺得越來越好 聯電宣布要調薪 工程師這邊不同的指等調薪幅度不一樣 整體調薪幅度是2.5%到6% 那這個臺股昨天這個重衰怎麼看 金管會出來給大家這個壓壓驚 金管會怎麼說 金管會說目前臺股的基本面還是很好 到去年底本益比22.37倍 那麼現金值率率有2.81% 加計股票股力有將近3% 所以臺股還是很不錯的 那麼在房市 房市去年買賣移轉動數 這個動數32.66萬動 我們說房地產一樣是這個量先價行 我們看到成交量已經出來了 就是青年來最高的一個數字 那房市是不是這個房價也會繼續漲呢 我們先介紹今天現場來賓 第一位是資深分析師敏寬歡迎 大家好 好 第二位呢 今天來幫我們大家上課 這是知識力執行長曲博歡迎 曲博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這個投資家日報總監 這個是慶羅歡迎 大家好 好 我們首先就要先問問大家了 舉牌 舉牌 按鈴開始 這個時間很多人擔心 從這個一基獨秀變成殺機取軟了 股市會不會要翻空 要轉空了嗎 yes or no 圈貨差 翻空 對 翻空 不會 不會 都不會 好 那我再問第二題 那股市是不是會繼續漲呢 繼續漲 也不會 也不會 怎樣 怎麼樣 來跟各位說 不會翻空也不會漲 那現在這什麼情況 現在就來到了一個叫恐怖平衡 什麼叫恐怖平衡呢 我們剛才在整個節目開始前 就大家都在聊天 我們說現在基本面沒有問題 可是問題在哪邊呢 問題在價格 什麼叫做問題在價格呢 我們先來看看這一張圖 這張圖比較簡單的來跟各位說 目前台股這一波可以說是急行軍 那急行軍的速度有多快呢 這波從一萬兩千點沿路走到一萬六 他都沒有休息 那都沒有休息呢 可能很多人抱著台積電就最開心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想連張忠謀董事長自己都會嚇一跳 各位曉得嘛張忠謀董事長他退休的時候 身價是270億台幣 然後他退休完之後呢 現在的身價呢700億台幣 也就是說他一輩子所賺的錢 賺到他退休那一天 經過了多久的努力呢 經過了35年的努力 可是過去五年來他的市值又翻了一倍 最近短短的兩個多月台積電呢 走了三個兆 就一兆哎呦會不會太貴 兩兆哎呦到後面大家覺得不買不行 所以最近發生了一個非常吊詭的一個狀況 什麼叫吊詭的一個狀況呢 最近那種很多網路上那些窘途就發生了這種事情 就是呢 之前很多人就說哎呀不要買電子股去買生技 然後買了生技之後呢 因為想說缺口罩嘛缺一些呼吸器 然後呢結果生技又往下跌 天國一灰想一想算了 買拜登概念股換買太陽能 買了太陽能之後太陽能又不會漲 最後面呢看到航運股都在漲 航運股漲完之後就想說好 那我就下定決心我來買航運股 就做到鐵達尼號 對結果就做到鐵達尼號 各位還記得嗎 三四個禮拜前到六個禮拜之前 我們跟各位談論過 我說目前的缺貴這個叫季節性的因素 它並不是基本面的一個改變 然後最近呢 最近開始投資人堆心肝 他就說了 我一定要跟台積電共存網 可是當所有的投資人要跟台積電共存網的時候 我們看到第二張網荒了 為什麼呢 最近外資 對最近外資把台積電當作提款機了 拼命的賣 那台積電這一波外資當提款機呢 我們要把那個來龍去賣 先跟各位說一下 台積電這一波外資它並不是銀方 他們是 他們那個是奔抽不是老坦 請各位要有這個觀念 他們是本錢很粗 他們並不是賺的 為什麼 因為去年他們沿路就在賣台積電 那目前台積電最大的贏家是誰呢 我偷偷的跟你說 你不要告訴別人 目前台積電最大的贏家是國泰金 國泰金各位記得去年那時候 當市場上血流成河的過程當中 台積電股價跌到270-80塊 國泰金它一口氣大舉入侵500億 到現在呢 人家動都沒有動 所以來到這裡我要跟各位談 這個地方它並不是基本面的問題 這個地方是架構的問題 那很多人會說 那台積電什麼時候是買點呢 教科書都有寫 現場也有兩位來賓 但是我這個地方也跟各位說 通常常多的一個個股 走一個長波段拉回到月線都是不錯的一個買點 所以封關前要怎麼看呢 很簡單 封關前來到這個地方 請各位要確定 下好離手 對你就是剩7天的時間 如果說短線的你來到這地方 你要去逢高把檔 你要獲利放口袋可以 為什麼呢 最近雖然說畢業文很多 但是有好多人 其實莫名其妙的 從去年到現在 賺了上百萬 賺了幾千萬 賺了一億的也非常非常多 所以短線你要放口袋的可以 可是呢 如果長線 長線你心頭你要抓住 之前我們有跟各位說過 我們說台股會從兩千斤三千斤 沿路走走到五千斤 我認為2021年會走到十千斤的一個時代 那很多的個股 目前已經在七八十百塊 開始在那邊預熱了 預熱引擎 開始要往整個一千塊來做前進 最近很多那些做整個高速運算的 可能會一檔一檔的衝出來 但是短線來到這裡 請各位注意 操作難度是高的 來到這裡的話 沒有那麼簡單 所以你說 短線會不會再漲 我就想一個最簡單的 現在丙種的金主慢慢的都在做收散了 再來休息的時間那麼久 所以市場它的交易頻率會往下走 個股的輪動很快 市場也沒有便宜貨 所以如果你要做長線 三種個股 哪三種呢 5G 電動車 未來的封裝測試 佈局在未來 那很多人說 傳產股 航運股該怎麼看 我的觀點還是一樣 再過半年 缺貴的問題會解決 如果到時候景氣真的沒有拉上來 你認為貨櫃還會一個 1萬塊美金以上嗎 OK 好 這個你快把方向講出來 那麼這個個股 我們待會來談 現在剛剛講有些人賺的 可能亦來亦去 但千萬這個買賣實力要抓好 不然變成回憶跟失憶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 慶容你怎麼看 你剛剛也是不會翻空 也不會漲 所以現在是怎樣 我覺得如果把台股當作在一個跑步的競賽 那我們原本是要跑馬拉松的 但是我們台股竟然是以跑百米的速度 再跑過去這一兩個月 所以我們看一路的從萬事如意 一直漲到萬無一失 甚至漲到萬六大順 在短短這一兩個月就出現了 這樣子的一個金金漲的走勢 但是記住我們是要跑馬拉松的 不是要跑百米的 所以這種速度這樣子跑下去 其實會喘不過氣來 一定要休息 最近天氣又冷 那所以我覺得最近的台股的下跌是好事 為什麼 因為下跌是為了迎接Happy New Year 下跌是為了Happy New Year 迎接牛年 因為明年是牛年 大家知道牛其實是多頭的一個市場的代表 所以我覺得像目前的下跌 其實在農業年前的一個下跌 其實都是好事 因為這會讓整個籌碼比較沉澱 讓市場過熱的氛圍 能夠稍微冷卻一下 讓跑百米的速度跑了一兩個月 要休息一下 喝口水 吃個香蕉 配個鹽巴 開始繼續往上衝上去 那另外其實我們認為台股需要休息 是因為我們追蹤 從2000年到2021年 當指數跟連線的乖離 如果超過28.5%以上 其實一方面代表市場過熱的一個氛圍 另外一個方面 從過去的經驗來看 都會隱藏未來要修正的風險 那2000年以來其實幾次台股的指數 跟年限的乖離超過28.5%以上的 其實分別有在2002年的4月份 當時的指數從3401一路的漲到 3401一路的漲到這個6462 當時與年限的乖離率是高達29.69% 這個其實後來就蘊藏了後來指數 修正到年限5100點的這個壓力 當時修正的幅度是大概2成以上 跑太快容易不知倒地會氣喘 所以跑慢一點 對 那到了2004年的期間 其實在這一段台股一路的從這個4206 一路的漲到了這個7034 也跑得非常快 那當時與年限的正乖離 其實也來到28.54% 跑太快了 要休息一下 讓年限可以慢慢的跟上 那當時指數是出現回檔 從一路的從67032 一路回檔到這個所謂在5800的位置 所以跌幅大概也在兩位數以上 那最近一次的年限跟正 指數跟年限正乖離超過28%以上的 其實落在2009年的時候 當時指數一路的從3955漲到7502 與年限的正乖離已經放大到33.98% 這已經是過去20年來最大的一個正乖離了 但是這這麼大的一個正乖離的情況之下 他也醞釀了後來指數回檔到7500 大概7000點這個年限的位置 所以每一次跑太快之後都要休息 那為什麼我們認為這一次需要休息 是因為上個禮拜在全民封台積電的一個共識之下 把台股推升到了史上的新高點 但是當時指數跟年限的乖離率 也來到了31.43% 所以其實這個這樣子的乖離率 其實是過熱的一個特徵 所以我覺得現在目前的 你覺得下修會幅度很大嗎 下修的幅度我覺得會以盤待跌 所以在農曆年前我會希望台股如果要走更長遠的路 一定要不要太快回到萬六 因為不要太快回到萬六 讓市場稍微冷卻一下 也一切所有的多頭的行情 就等待農曆年過後 大家再來迎接這個Happy New Year的這個行情 所以我們現在是醞釀迎接牛年 好 取消一些產業面 你剛剛也是說不會漲不會跌 產業面是這樣 應該這樣說啦 這一波大漲當然是因為這個熱錢太多 這是最重要的原因 但是我們要回頭過來看 台灣這一波其實真的是半導體產業帶起來的 所以我們要看是未來兩三年 我們的半導體產業還有競爭力嗎 所以這裡面有幾個重點 各位知道這個台積電最大的競爭對手兩個 一個是三星 一個是英特爾 然後三星呢 之前的這個五奈米的 骁龍888的測試出來 已經證明他的五奈米 其實是不能用的 換句話說呢 台積電現在領先三星 大概兩年到三年以上 那英特爾呢 他的七奈米 大概是台積電的五奈米 那麼英特爾新任的 執行長也出來講說 他們的七奈米呢 可能會延後到2023年 各位想一下台積電的五奈米 是去年的第二季就量產了 所以句話說呢 其實台積電領先英特爾 大概也是三年 所以呢 這個以半導體這個產業來說 台積電目前領先全球 另外兩個競爭對手 大概都兩年以上的時間 所以在這兩年裡面沒有對手 沒有對手的狀況下呢 很多的訂單 都還會持續的湧入 所以台積電在未來這兩年 還是一個很重要的火車頭 會帶著台灣的半導體產業 如果沒有太多 其他的外界因素意外的話 以產業技術還有競爭力來說 兩年到三年的 榮景應該是有的 好 所以就是也是要休息之後 會再上 整體看法是這樣 好那我們就來看台積電 很多人在說 怎麼會這樣子呢 反正大家對目標價不斷調高的時候 台積電就給你來個這麼強烈的回馬槍 這個科技女股神 我們之前介紹過這個伍德 他旗下這個ARK基金 上個禮拜有大買ADR 人家買多少 七十六萬股買了一億美金 目前他持有五百四十八萬股 是名列他這個基金 第十九大持股 女股神在加持 然後人家這個ADR也沒有跌 我們散戶要怕什麼 另外來看這個本土的 我們PTT這邊有人寫 網友說他很想明天把房子拿去抵押 融資全開 All in 台積電 來幫助自己財富自由 我們先按理一下好不好 是不是這種偉大的護國行為 不支持 All in 台積電 慶榮說Yes 護國神山 你想了半天 可以這個時間可以 可以啊當然可以 可以喔 因為其實剛才曲伯有提到說 其實台積電未來這三到五年 是沒有競爭對手 我直接更明確的講 2022年台積電將一統天下 2022年一統天下 因為最主要其實我們大家看 這張圖其實是台積電的各個先進製程的一個時間表 比如說他在2016年的時候量產了16奈米 2018年的時候量產了7奈米 2020年的時候量產5奈米 而且5奈米從0到目前在營收的比重20% 只花一年的時間 這是非常快速的 那為什麼我說2022年台積電將一統天下 2022年台積電將開始量產3奈米 那這個其實先前intel有特別提到說他們在2023年以前 盡量intel用的晶片都是自製晶片買自己去做生產 這個新聞一出來之後導致了其實台積電的股價出現了一個失望性的賣壓 但是這件新聞其實我看法其實是比較偏樂觀的 為什麼其實為什麼他選2023年 是因為2023年的時候台積電3奈米已經量產了 當他量產的時候其實intel等著被台積電一統天下 那我為什麼會覺得是一統天下 是因為接下來intel他可能也不再繼續的往更高階製程去再賣進 因為畢竟其實當然現在目前市場傳出可能會規劃2奈米甚至1奈米 但是就我們的了解其實不管是2奈米或1奈米 他的經濟效能應該是沒有這麼大啦 就是他要投入的成本太高 而且他能夠回收的其實可能沒有想像中這麼大 所以我認為其實在整個目前的半導體先進製程的競賽 3奈米應該會是這短時間的最終一戰 這個最終一戰會讓整個這一次的這個先進製程的一個不斷推進的製程 可能會在3奈米稍微停一下 因為市場要等市場的應用需求上來嘛 所以我覺得台積電今年砸了280億美金 折合台幣將近7000多億喔 要使盡吃奶的力氣 比他的股本2300億高出3倍 這麼大的力氣在擴充資本支出 目的就是為了要去壓住3奈米的這個製程 所以這個3奈米當他一統天下的情況之下 那自然而然他接下來的業績跟獲益 就會出現一個蠻大的一個成長的力道 那這個價位夠便宜了嗎 價位了 價位就變成我們現在就來回顧嘛 就是比如說大家最近猶豫說 外資最近賣得很兇 這個是外資最近這5日 你看1月26號賣了1萬5千張 1月26號賣了1萬5 1月25號賣了2萬7 1月20號跟大賣6萬1千張 這個就是Intel宣布要自己做 2023年要自己做自製晶片的時候 新聞出來的 最近5天是賣了12.7萬張 最近這20天更賣了超過20萬張 我很多人覺得外資賣這麼兇 是不是不看好台積電 別忘了外資現在 這一欄啊 最旁邊還有一欄 叫外資目前的持股 大家有看到外資現在目前的持股有多少嗎 個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千萬 有1970萬張台積電的股票 我賣個20萬張 你覺得很多嗎 他有因此看壞台積電未來的走勢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目前看起來 其實大家在過度的解讀 最近法人外資在大賣台積電背後 看壞台積電的狀況 我覺得以外資現在目前還要持有1900萬張來看的話 賣個20萬張都只是非常久牛一毛的一個籌碼啦 另外其實最重要的是我們認為為什麼最近台積電會跌 是因為台積電先前真的漲太過了 依照我們今年的預估這張圖其實是台積電 他在2016年到2023年 他的EPS跟他用27倍本益比所計算出來的合理股價 藍色的這個柱狀是他的EPS 然後紅色的這個曲線是他用27倍本益比所計算出來的合理股價 那我們看到2021年台積電應該今年應該是可以賺到23.3塊錢 23.3塊錢這應該是法人家目前普遍的預估 所以乘上27倍的本益比 大概合理的股價大概就落在629元 所以以台積電今年的獲利的條件來看 他股價漲到629元 就是反映他今年獲利的狀態 但是大家投資人對他太有信心了 所以一路的將股價拉升到679元 所以重新再回到這個合理的價格 我是覺得是還蠻OK的 那為什麼可以all in 是因為他未來 大家有沒有看到他的EPS會持續上升 會來到26塊 明年會來到26塊 後年會來到29塊 這個都提前達標 所以原本我們都預估要到2025年以後才會達正 所以換算成27倍的本益比的話 他的股價今年的目標 就會從629上升到明年的702 再上升到2023年的783塊 所以如果你台積電現在目前在600 也不用講太多 611好了 你去買 未來其實還有一張賺10萬塊的空間 這非常看好 2021同天下 這個intel可能會出去3奈米最終站 這個鼓勵他all in 這個鄉民看得很興奮 而且PTE股 你看大家都愛台積電 我們幫大家整理 告訴大家這個時間點 你一定要冷靜 小夥伴們要冷靜 外資現在到貨是在分化你我 台積電是好的兼牙股 那麼ADR噴漲不久 我們看到這個就是一個證明 外資想到貨 就隨他 我們只要團結 那麼這個網友還說 外資一定會想起 當初賣6000億的恐懼 所以記住團結 財富就會自有共滅資 先來一件一件談 其實任何 你剛剛是說不要all in 對 任何一件事情 去超出你的能力範圍之外 你去把你的房子買來all in 剛才如果在正常的情況之下 你兩年的期望報酬 有17%還不錯 可是這兩年當中會發生什麼事 會不會突然間一顆飛彈掉在南海當中 會不會突然間兩台航空母艦 突然間只有距離50公尺 其實有太多太多的一個變速 航母是常常走錯的 對 所以我再說一次喔 這個也不是我說的 巴菲特曾經說過 絕對不要做超出自己能力範圍的事 那你一定要記住 天塌下來 別人都死光了 你不要死就好了 但是重點是在於 如果萬一天塌下來 你死第一個 那是不好的 我們把一些事情來做一個釐清喔 為什麼Intel不對台積電來做下單呢 也沒辦法下啊 目前在2020年標準情況當中 台積電它的5奈米量產就是6萬片 那6萬片希望今年能夠擴產到11萬片 這個是目前的一個希望 可是我在說喔 好多人對於Intel是過度期待 Intel的營收台積電吃不下來的啦 各位要去想喔 全世界目前排名前四大的營收公司 Intel 三星 海力士 然後美光 這四家公司的營收 幾乎上跟台積電都沒有差太多 所以任何說 我要把你吃掉 你把我吃掉 各位那個叫放話 那個叫放話 台積電絕對沒有辦法 吃下Intel的全部訂單 但台積電會去吃掉 Intel的部分訂單 所以為什麼 是2023年 因為後面只能夠投產的 就是在美國那塊廠而已了 所以這個時間點到什麼時候呢 2022到2023 那我們可以發現 最近台積電有一些利空喔 這些利空其實我倒不是很想談 包括說什麼 三星去找特斯拉 特斯拉去找三星 開5奈米 我這不太可能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對於台積電來說 7奈米剛送樣而已 那最近有很多奇奇怪怪的 包括台積電什麼 男女主管拍婚外情 新聞被昨天新聞壓過了 對 因為最近有太多的新聞 第一個有防疫的新聞 再來連勝5也有發生這件事情喔 那我們就是說 這個都把它放一邊 台積電在成長軌道上面 這個沒有太大的一個問題 可是絕對這個地方 不能夠驚奇所謂的一個風吹草動 這個地方美國女股神 去大買台積電 這個行為是對還是錯的呢 各位這是對的 為什麼這個是對的呢 因為這個用術語的話 叫做所謂的long term bond 每次足球到後面 你已經沒有任何標的物可以做了 你會做什麼呢 輸很多分嘛 那我也沒有什麼標的物可以做 我就叫跑位跑最遠的 四分位把球往前一丟 所以美國女股神就在做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 美國女股神所做的 就跟剛才那位網民說的 我把我的房子全部all in 來去買台積電 各位如果你貸款 你付得起中間發生任何風吹草動 你說我絕對頂得住 那絕對沒問題 但重點是 我們認識的散戶不是這樣啊 我們認識的散戶 是在高檔的時候過度的樂觀 在低檔的時候過度的悲觀 然後呢 最高殺低的一個結果 是時間點到來發畢業文 這個是我們不想要發現的 所以台積電 我在這個地方我贅述一次喔 台積電在未來 我認為它真正最重要的 不管是這次去看到鴻海 劉陽為董事長在技術日當中所說的 或者是目前台積電所談論到的 關鍵點在先進封裝 誰擁有先進封裝 我除了晶片能夠做出來之後 能夠走到先進封裝 而這個問題現在越來越大 為什麼呢 ABF宅板現在也沉不上來啊 所以之前跟各位談論過的 很多人都說 奇怪了 這個胖胖的分析師之前說 南電會到200塊 真的到了還穿過 那為什麼呢 這個叫缺貨 所以長期的趨勢 那個所謂的軌道它是向上的 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all in 我勸你還是不要好了 ok ok 好 宇宙新場啦 曲波 你是不是台積電定了 我呢跟很多 我在教科技的過程中 認識很多老闆 那很多都是很大型的投資人 我跟他們聊過很多 關於股票投資的經驗 是 他們給我共同的建議就是 絕對不要借錢買股票 那各位要記得在這一波股票 漲從2008年到現在 總共已經漲了12年 因為多投太久 大家都忘記空投的可怕 所以我個人 剛剛的題目很明確的答案 就是不要 但是台積電這個公司 確實長期而言 它是可以投資 所以這個其實要分得清楚 不要去 但是這個就是抵押自己的房子啦 其實抵押房子也是借錢啦 當然是利率低 你覺得要 就是你有閒錢閒置資金 但可以買 那台積電目前這個價位 你覺得 它要再大漲的可能性需要等 那剛剛確實 剛剛看到一些數據 覺得明後年好像狀況很好 不過各位也千萬不要忘記了 其實現在業界在 這個overbooking的蠻嚴重 各位這個我常常上次講過 把疫情的關係 造成大家害怕斷貨 再來是中美貿易戰 之前的狀況 讓大陸很多廠商拼命下單 那這些overbooking 確實是個問題 當然 各位知道現在的車子 越來越多自動化的這個功能 這些都需要晶片 所以晶片的需求 確實是成長 對 但是有沒有大到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數字 台積電都可能會去高雄啦 I9對不對 是 所以台積電 未來還會有新的這個製程 也就是更先進的製程 那最近有傳出來 他要去高雄 應該是說高雄 一直想找他去 但是他還沒有同意啦 他說我們還沒有規劃 水跟電要解決啦 現在要拼到比這個維奈米了 我們待會可以來介紹這個部分 我們待會可以再特別來介紹 這個更先進的資格 好 所以台積電這個意見 這個講得很清楚 那另外大家另外很關心 就是鴻海 鴻海在這一波這個大震盪的時候 就是鴻海 這個獨守 五日線沒有跌破 所以鴻海這個價位 還可以再投資嗎 長期還短期 長期還短期 現在長短真不好說 對 長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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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長期可以 我們先把鴻海 他最近的一個 鴻海最近這三年 我們就可以發現一些 很吊詭的一個現象 但是這個現象是好的 過去鴻海他們是全世界的電子服務 資最大 這個沒有太大的問題 可是後面他們一直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今天喔 那個發牌的人是誰呢 發牌的人還是庫克 那你今天庫克 當美國政府不想去 當美國政府跟中國政府 在對抗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庫克 一直在做一件很吊詭的事 庫克一直把資源 扔給中國廠商 那他現在希望怎麼做呢 他就是我們先從瓶蓋 然後再往後走 走到電動車喔 所以在瓶蓋這一塊的話 我們就可以發現 現在就是中國的市場 中國廠商自己做 那其他的市場呢 你去越南吧 你去印度吧 那這當中遭受到好多的苦 各位可以去看新聞喔 其實我們跟這些高階主管在聊天 大家都 其實心中都不勝唏噓 特別是像最近 小支的蘋果的手機很難賣 國內某家大廠被抽單 抽到東島西歪 不過還好 他被抽單股價沒什麼跌 但重點是在於說 鴻海他們現在很清楚的知道 未來的方向在哪邊 所以鴻海未來往三個方向 再做前進 很多人都以為 鴻海只往電動車再走 其實鴻海他們在SIP這一塊 System in Package 就是我們剛跟各位說的 未來的封裝測試 下了很多的功夫 那為什麼呢 因為鴻海他也知道 他心中最大的痛 就是沒有半導體 我既然我自己沒有半導體的 我後面這段 我不能夠缺 然後再來的最後一段 就是在電動車 可是他們的電動車 這塊版圖是大的 那為什麼是大的呢 因為過去在電子製造服務當中 他們就是全世界的霸主了 所以他們在上中下游很多的秘訣 他們通通都知道 各位可能很多人不曉得 電動車當中全世界最小的光達 鴻海做得出來 他們有很多特殊的技術 充壓的技術等等都可以做 所以以鴻海來說的話 去年鴻海股價那時候不到百元 我們有跟各位談論到 那時候台積電股價在600上下 我那時候跟各位除過 台積電他一年大概配息配15塊 鴻海去年的獲利大概是在8塊 他會配大概三成到四成 所以他會配大概三塊錢左右 如果照這樣去換算的話 三六是18 那台積電配15塊 純粹從除權除息來看 當台積電過高的時候 去看鴻海就問題不大了 那鴻海如果說鴻海他又噴高呢 核碩他又會跟上去 所以這次股價來說的話 這個是出現台股 一個非常良性的現象 好多人看到這一波的台股 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為什麼不知道該怎麼辦呢 因為很多的股價 都已經脫離了 他們過去的想像 我只能說 真的貧窮限制了你的想像力 因為現在的股價是法人 錢堆錢的時代 可是錢他堆進去 他也會抽出來 你開飯店不能夠怕大度汗 所以最近外資在賣台積電 你要去忍耐他 什麼時候是好買點呢 是月線 但是鴻海目前來說的話 各大法人他們都把目標下往上台 150 那為什麼往上台呢 很簡單 老人化的社會 全球的資金往哪邊跑 殖利率會在哪邊 哪一種股票讓你大進大出 對這些受險基金 全球基金來說 都有很大的伸縮性 所以鴻海我認為 如果這一波的話 看未來的兩年到三年 鴻海是非常不錯的標的 OK好 慶龍要補充嗎 鴻海你很早就看好 鴻海我覺得 鴻海的長多才正要開始 長多正要開始 因為我今天早上還有 還有傳收到一個媒體朋友 傳LINE給我 他就問我說 鴻海要不要下車 他已經賺了50萬了 然後我跟他講 其實你看你的目標啦 如果你短線上 你想要在 農曆年前其實想要獲利了結 想要包個大紅包 給你的爸爸媽媽 當然你可以去做一個調節 但是下跌或是條件 包這麼大包 但是如果你長期來看 其實我認為其實鴻海 還離他要賣出的時間 還非常的早 那我個人的建議 其實大家不要去預設 這一波鴻海的一個高點 是因為我們原本 大家認為鴻海做電動車 應該沒這麼快 但是今天已經有消息出來了 他跟玉龍成立的那家公司 已經開始出貨電動車了 只成立三個月 就開始出貨電動車 所以鴻海跨境電動車的企圖 真的非常的強 所以你不要去預設它的高點 因為這個電動車 一旦跨進去之後 市場願意給鴻海的本益比 就會拉升 那不要預設高點 你還是必須得有一個 心中的停利點 那我個人的建議 心中的停利點 你可以去參考周KD指標 周KD指標 只要它的周KD指標 不要出現在高檔死亡交叉以前 你在短線上 其實都可以一路的持股續爆 那目前的鴻海的周KD 已經慢慢來到高檔了 但是還沒到死亡交叉 所以我覺得在還沒死亡交叉之前 其實都可以持續的一直擁抱鴻海 那如果長線來看的話 我會認為月KD 沒有出現死亡交叉以前 你就報警處理 我相信鴻海會帶給投資人 一個非常豐厚的獲利 我看得很長 這個基本面 曲波要不要補充鴻海 技術部分 我覺得鴻海它電動車有三個重要的東西 一個就是電控的部分 當然就是我們講的自駕的部分 或者是這些影音系統 中控這些電控 那還有就是電機的部分 就是馬達這一些 還有馬達的驅動器 還有相關的電源電力的轉換 那第三個就是電池 所以我們講三電 那鴻海大概在第一塊 電控應該比較熟悉 就是整個的系統整合 但是我個人是覺得鴻海 因為跨境電動車就是個題材 但是它是不是能夠掌握整個電動車 這個還要再觀察 OK 好 可能有一部分 後面也要繼續看下去 有一部分是它厲害的 很多的關卡要過 像電控 對不起 電機跟電池 其實鴻海這一方面 就比較沒有經驗 明天下午大家很忙 因為聯電很多公司開發收回 包括聯電聯發科 聯電大家非常關心 我們剛一開始新聞有講到 這個日本很多政府這個晶片缺貨無解 跟我們求助 那麼現在看到二線晶圓代工讀有跌 是不是就是非買不可 那剛剛也看到說晶片價格 其實開始要這個調高了 外資也把包括聯電這些目標價調高 怎麼看這個聯電的展望 我們價格先講一下 價格的看法 目前在整個半導體 這塊的話分成三個區塊 第一個區塊就是在IC設計 這塊 這塊的話 現在大概千金股都全部上去了 目前還有兩檔在後面 Standby 一檔是聯發科 聯發科是聯電切出來的 這要注意喔 然後另外檔是艾浦 第二檔的話就是台積電為主的 以台積電為主旗艦往外去延伸的 這塊 第三檔就是以聯電為主 去往外延伸的 包括了聯電 華邦電 旺宏等等的 那這一組是什麼呢 這組叫做價格宜人組 因為這一組的價格 都是在50塊錢 相對以下一點 那這一波的半導體要怎麼看呢 我的觀點還是一樣 未來的三年 未來的三年 全世界的半導體 還是會以每年10%到15%的需求 往上 我舉個最簡單的 為什麼這次的車用晶片會缺 車用晶片會缺 就是因為這些車用晶片廠豬頭 他自己要把產能讓掉的 當世界先進跟他們說 你確定要讓掉嗎 讓掉完之後 包括了智慧型手機 包括了通訊晶片 包括了筆記型電腦的螢幕 他們都在等 他們等進來都是藏單 一次掛下去 都是半年到9個月的單 甚至於會到一年 你們出去就回不來了 他們說沒關係不怕 不怕呢 現在換怕了 所以什麼德國經濟部長 日本的什麼商業經濟大臣 就來求台灣 那求台灣台積電 當然說的四平八穩 哎呀 等到五月份 我們就會給各位 其實這個講白話 就是去旁邊排隊 各位這簡單吧 其實講白話 我們就是去旁邊排隊 我們可以很禮貌的說 我們五月排單子給你 但白話就是去旁邊排隊 那以聯電來說的話 聯電重要喔 為什麼呢 這些車用晶片 其他的 各位不要去想說 只有高階的這一塊 大家在沙沙的東倒西歪的 其實民間需求 還是非常非常高啊 我就舉一個例子 最簡單的 最近這麼冷對不對 你早上起來 要不要喝杯熱水 連熱水器裡面都要晶片 那這些 不管是玩具的晶片 一般的晶片 其他的晶片 車用的晶片通通都要 未來就是誰有晶片 誰就有最強的競爭力 但2021年你知道嗎 這麼強的需求 全世界只有開一座廠 立基電銅鑼廠 會在今年的年中開出來 所以聯電的目標價 目前外資很多人都給 很多人都給 那我個人對於聯電的看法 就是說 對最有錢的人來說 他會去玩青筋股 例如說像聯發科等等的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像剛才那些網民所說的 我要All in 來玩台積電 跟台積電周遭的 但是以聯電來說的話 我認為以目前聯電的一個架構 很簡單 既然他是長期的需求 都是向上的話 還是拉回找買點 那外資這些目標價 您就看一看 為什麼呢 他每次打超過 就給你開新報告 如果沒有到呢 過去20年來 給我的經驗就是 通常我沒有看過 外資他出報告 然後價格沒到 閃戶賠錢 他跟你說道歉的 他拍拍屁股就走了 所以這些外資的報告 你看看就好了 重點還是核心競爭力 而台灣的核心競爭力 在不在呢 還是在的 所以如果說 我就是買不起台積電 那聯電拉回找買點 方向沒有改變 OK 好 我們從這個產業面 請曲伯介幫大家 來教大家一下 因為聯電製程 不知道不是先進製程 那他現在主要製程 競爭力如何 我們簡單先看一下 各位常聽到奈米 到底什麼是奈米 這邊稍微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毫米 毫米就是千分之一公尺 所以這樣比較有感覺 那麼再小的這個單位 叫做微米 微米呢 基本上就是百萬分之一公尺 百萬分之一公尺 更小 那麼更小的這個 我們稱為奈米 奈米是十億分之一公尺 那這種東西太小了 各位沒感覺 所以我隨便舉例 各位的頭髮大概多粗呢 各位的頭髮大概 一百微米在這個地方 頭髮是一百微米 一百微米 細菌大概是一微米 大概在這個地方 我們這一次不是有病毒嗎 這個新冠肺炎 病毒大概是一百奈米 病毒更小一百奈米 台積電的先進製程 是十奈米以下對不對 所以大概比病毒小十倍 就是病毒的十分之一 那這個是小的 那台積電其實最近的新聞說 他們要發展未來的一奈米 甚至有所謂的i奈米 所謂的i奈米呢 就是比1奈米更小十倍的 十分之一奈米 0.1奈米叫做一個i奈米 現在已經想到i奈米去了 對對對 那為什麼要叫i奈米 因為這個單這個單 這個尺寸有一個特別的意義 就是原子的大小 大概就是i奈米的單位 所以一個i奈米 就是一顆原子 大概就這麼小 各位還記得國中學過原子 那到底製程在做什麼東西 我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這個元件 各位一定看過這個稱為MOSFET 這個字各位一定聽過 MOSFET 什麼叫MOSFET 這我上一集有講過 這是一個開關 所以呢它的電子 是用綠色的這個部分 從這個灰色的地方流過去 從另外一邊流出來 開還是關 就由上面的這個紅色的 這個我們稱為雜機 來控制開關 所以各位記得 只要聽到電晶體 或者MOS 或者MOSFET CMOS 通通代表開關 你就記得它是0 或者1開或者關 那重點是這個紅色的 這個短邊的長度 越做越小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製程 所以呢 各位聽到的10奈米值的 就是這個紅色的短邊的長度 那紅色的短邊越來越小 那麼小到一個程度之後呢 就要從MOSFET 改成另外一個結構 這個叫FINFET 騎士場效電晶體 那什麼尺寸才要改呢 這個是台積電跟聯電 他們在做的電晶體 所以20奈米以上 就是剛剛我們說這個紅色的這個寬度 就是現在這個紫色的這個短邊的長度 這個紫色的短邊的長度呢 越來越小 那個紫色短邊的長度叫雜機長度 雜機長度20奈米以上的用MOSFET 20奈米以下的用FINFET 3奈米以下的用GAA 這個就是三星號稱說要打敗台積電用這個GAA 這個以後有機會再來談喔 這件事不會發生喔 好 用GAA有很多困難 那個以後再說 那這邊有個重點喔 這邊上面寫了三個重點 讓大家參考 數位的機體電路要先進製程 譬如說像CPU GPU FPGA 各位可能有聽過啦 這個什麼Zinx 或者是NVIDIA 做的那些晶片才需要先進製程 那麼他用的這個雜機長度呢 大概就是10奈米以下 所以呢 一般我們講數位的機體電路呢 才需要用到先進製程 那其他的IC 譬如我們講類比機體電路 什麼叫類比 就是處理連續的電壓訊號的這種晶片 包含你們聽過的這個PIMMIC 電源管理機體電路 放大器 這些元件呢 用比較大的製程就可以 為什麼 因為他通常要放大訊號 所以要承受比較大的電壓電流 所以通常呢 用的是100奈米左右的智程就可以了 所以呢 聯電他的智程呢 大概就是處於這種舊智程 對 就是類比機體電路 類比機體電路 還有部分的數位機體電路 比較中低階的數位機體電路 是 用這一種舊智程就可以 那聯電呢 為什麼不做先進智程 因為先進智程 真的投資額太龐大 他不需要去花那個錢 舊的智程 有舊的智程的市場 他只要把這一塊做到第一名 最後一個重點是這個功率電晶體 各位應該有聽過這個東西 功率的機體電路呢 他要承受更大的電壓電流 譬如說我們的電源供應器 插到牆壁裡 就是110V 所以你的電晶體 要承受更高的電壓 這個時候用的智程呢 通常是微米智程 就是一微米左右的元件 所以這個雜集的長度 小有小的用處 中有中的用處 大有大的用處 不同的市場 OK 我幫他一分鐘幫柏陽解釋一下 幫那個曲洋解釋一下 你在取博喔 曲博 這有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要跟各位談喔 其實這些先進智程 他會 他現在不是說 只有一個晶片式先進智程 他會往上堆疊 往上堆疊 那往上堆疊的話 各位都曉得 現在很多人已經用習慣了 例如說很多人已經用到新的 Intel的12代的一個晶片 或者是台積電7奈米的一個晶片 你會有完全不同的一個感受 對不對 2021年的下半年 又會出現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轉折 這個轉折叫做DDR5的記憶體 那個DDR5的記憶體的話 現在就是全部都拉到10奈米左右 但是這個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他現在只要1.1V到1.2V 就可以驅動了 那各位你去想 如果越低的電流去驅動 你的電池是不是可以用越久 你的電池可以用越久 你的不管是筆電也好 手機也好 任何的產品也好 他能夠用的所謂的 續航力就越長 所以現在的一個科技是在於說 你在堆疊的過程當中是不同的 所以往上堆疊的時候 當台積電去堆疊的時候 我們的華邦電現在也在追 可是人家美光啊 包括了海力士 都已經來到了10奈米了 他們未來會走DDR5 所以會集體往上走 那集體往上走之後 其他的後面如果沒有跟上來 那個牆組起來之後 後面的就會跟不上前面的 所以你要買要去買領先組 不要去買落後組 原因就在這裡 OK 好我們來看一下聯電 其實我的看法其實會不太一樣 我覺得 聯電啊 你應該就短跑就好 短跑 對你真的不要把它 寄予太大的厚望 再長時間 因為其實他應該會面臨到 接下來幾年會面臨到一些競爭對手 那我這張手板其實是 這張手板是什麼 這張手板是中國大陸 他們自己規劃他們半導體 經驗員製造的自製率的一個百分比 2020年的時候 中國大陸希望他們能夠 自製率達到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四十percent 但所以他們前幾年花了非常多的錢 在發展半導體 結果蓋出了一堆爛尾龍 對一到兩千億 現實是什麼 現實只有15%是自製率 就是中國大陸會用到的半導體 晶片只有百分之十五 是來自於中國大陸境內生產的 這裡面還包含台積電在南京 三星在中國大陸 這一些外商 如果單純只有 中國大陸本身的廠商 自製率更掉到只剩下5.8% 對那他們原本的目標 是2025年的時候 可以來到70% 那目前外資的看法是認為 2025年中國大陸想要 自製晶片的比例 可能現實頂多頂多 就上看到40% 但是這個東西 就會對聯電產生很大的壓力 我剛才有提到說 其實它要發展半導體 提升它的自製率 它就要發展自己的廠商 那先前失敗了沒關係 就是以過一切都是新的 我可以重新再砸錢 再重新的墊馬步 再發展半導體 但發展半導體的過程中 台積電是護國神山 那座山實在太高了 只可遠觀不可洩萬煙 但是聯電就好處理多了 為什麼 你看這張圖是聯電 它的先進製程 聯電的14奈米以下的製程 在營收比重是零 它沒有14奈米以下的 接下來就是28奈米的是14% 然後40奈米的是23% 然後65奈米的是19% 90奈米的都還有10% 所以換言之大部分聯電 都是屬於中階的這個製程 那這個製程啊 我認為中國大陸要趕上 不會太困難 這個真的不會太困難 所以我們也可以反映出 所以很多人說 那台積電會過來買聯電 你覺得不OK 不OK 所以聯電他自己也不願意投資 你看這張圖是他今年 去年他的資本支出 他去年的資本支出 預計只要投資10億美金 台積電砸了多少錢 他只差了10億美金 他根本 他也不想要大舉的投資 所以我們要跟聯電說再見嗎 坦白講這個製程真的 大陸會是聯電很大的競爭對手 而且以大陸目前的技術 大陸那個中心 都已經做出14那一年了 所以這個確實有風險 所以聯電可以短跑 但是他短線上也許 因為大陸現在產的還沒上來 所以他應該獲利 還有這一段時間的好光景 但是時間拉長 其實他的眼前挑戰 就會非常的多 好 我們再講一個 聯志佩聯發科 聯發科也是法術會 聯發科怎麼看 聯發科以今年來說的話 他大概可以賺到四個股本 但今年我認為最重要一點 就是還是要看美國的態度 為什麼呢 聯發科在今年的第三季 他已經超車超車高通了 可是超車完高通第一件事情 哇 棍子就來了 那棍子一來就不能賣了 那賣了之後 要不要面對後面的所謂的 其他的競爭這個要看 但好處是 因為三星這一波 他們的消融888 好像有點沉船了 漏電有點嚴重 所以目前就整個聯發科來說的話 他的高階晶片的問題的話 我認為他還是領先在前面的 那現在重點還是在於後面這一端 那後面這一端的話 新的投樣要投樣到哪邊 這個要看 但聯發科現在已經有投樣到台積電 做新的7奈米的升級版 這個叫6奈米級的 那這一波6奈米級的話 如果他的運算效能能夠更高 那當然還是要普及 因為所有的人 現在是好多人買了5G的手機 可是5G的基地台沒那麼多 基地台的能夠有效的去投到各個地方去 讓整個運用能夠變得更好 應該是聯發科未來最重要的 但聯發科現在來看的話 再跟各位說 我認為他在今年 他在今年一定會脫離他三位數 會往四位數過去 那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是長期的競爭力 OK 好 慶容我補充 聯發科的部分 其實他就是這張圖 其實是他的這個 這幾年的EPS的狀態 那他2019年是賺14.69 然後2020年是跳到25 然後到2021年是跳到38 所以如果以聯發科合理的本益比 如果可以來到28倍的話 其實來到1000元以上 其實是蠻合理的 那因為可以買零股嗎 投資的人 可以啊 波動很大 但是聯發科他比較麻煩 是他的競爭對手 其實是還蠻強勁的 對 高投蠻強的 那因為像台積電是沒有競爭對手 所以大家給他27倍本益比 就我覺得是合理的 那聯發科有這麼多競爭對手 給他這麼高的本益比 其實他是有風險的 那這張圖其實是來自於解釋說 聯發科這幾年為什麼 他的業績會大幅的上升 其實是各個晶片廠在 各個i7就是晶片公司 他們在中國大陸手機的市場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2020年的上半年 海獅還是第一名 37% 高通是第二名30.8 聯發科是17.9% 但是下半年就馬上風雲變色 海獅變成27% 高 聯發科從17%變成31% 為什麼 這個不是聯發科很厲害 是因為川普下令禁止出貨給中國廠商 那台積電就乖乖的 就不出貨給海獅了 所以這個其實是整個天時 所造成的他的結果 那這個其實這樣的結果 造成他市占率的一個 出現了一個變化 所以造成聯發科的業績 能夠出現上升很大的一個關鍵 但是這個條件還會維繫到 今年跟明年嗎 我覺得這個就有很多問號跟風險 因為畢竟聯發科已經 市占率已經31%了 他現在已經呈現一個 蠻明顯的三雄鼎翼的狀態了 那未來他能夠再持續 拿更多的市占率嗎 這個其實我覺得 聯發科現在目前的技術 其實是一個問號 所以我們看到高通出發 這個當然這個 我們這個哥被網內玩 覺得蠻開心的 想說聯發科好棒喔 真的可以跟高通的差距 曲伯你怎麼看 其實高通當然在技術方面 還是領先 但是剛剛我同意 就是這一次 真的是因為川普的關係 那現在美國已經換人做總統了 所以要繼續觀察 這個事情可能還要繼續觀察 看接下來會怎麼發展 OK 好 接下來可以報股過年的 最近的話 還有五財神概念股 所以我們要趕快看 剩20秒 來我們先停一下 讓各位去切一下畫面好了 還是一句老話 未來的先進封裝很厲害 這是南電跟金財打到頭昏眼花 那目前來看未來的部分的話 其實在電動車這一塊的話 先進封裝 包括了同心電日月光也很重要 所以這幾檔股票 如果說您有需要的話 就把它Copy下來 時間給主持人 OK 好 謝謝大家 今天這分享很多 這個乾貨很多知識 祝福大家操作一切平安順利 我們再見囉 拜拜 0 9 1